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3月13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胡凱文 先跟大家說說今天的新聞題謠 大馬應聲楊子瓊成為首位奧斯卡亞裔影侯 但香港文女局局長楊潤雄再次韜光說她是香港演員 而在奧斯卡頒獎例的會場外 大批海外華人和民主組織抗議 不滿因子丹獲邀請做頒獎嘉賓 大陸網信辦公布了新一輪整肅自媒體的行動 不少自媒體人尤其是新聞類的自媒體人人人自危 詳細的新聞內容 黃奧斯卡邀請作頒獎嘉賓的港產武打演員恩子丹早前指 2019年反送中不是示威而是暴動 有關言論引發爭議 大批海外華人 民主組織在當地時間的星期日早上 去到奧斯卡會場外抗議 八九學運領袖黃丹 批評恩子丹的言論 是在香港人的傷口上灑鹽 並已去信美國國會議員 要求關注中共對美國文化的入侵 早前發起反對聯署的港人湯偉雄 對大會未撤銷邀請感到失望 但對事件激發更多人關注香港的人權感到安慰 由董書玉報導 第九十五屆奧斯卡頒獎勵 在美國洛杉基 荷里活的道比劇院舉行 近二百名海外華人在會場外抗議 反對主辦方奧斯卡 邀請香港武打演員恩子丹做頒獎嘉賓 前八九學運領袖黃丹 方正都有賭場 參與示威人士手持還額和標語 包括這相宇宙最露粉紅 以及展示恩子丹和習近平的合照 諷刺恩子丹是中共的支持者 黃丹在活動上發表演講 派平英子丹的言論是在香港人身上撒鹽 黃丹同日在Twitter上發問 說有近二百人參與集會 他引述洛杉基的朋友說 今年美國警方的外圍界被特別嚴 在會場外幾條街都封著 他們只能在隔離網之外十多米的地方集會 他又說很遺憾奧斯卡主辦方都是向中共叩頭 相信他們會付出代價 黃丹又說已經向信美國新成立的對中共委員會 希望當局關注中國對美國的文化入侵 和中共之間是不是有利益勾結 我已經提交美國國會注意這件事情 另一發起聯署反對奧斯卡邀請 恩子丹做嘉賓的港人湯偉雄 星期一對本學說 有聽聞示威的情況 大會封路厭真以待 感覺上是很排斥普通市民 湯偉雄已經將聯署結果提交奧斯卡委員會 不過大會未有撤銷決定 他說對結果感到失望 但指人權被忽視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他同時對聯署結果感到滿意 感激參與者支持人權 那種民意被忽視 其實這件事是不意外的 不過是真的很失望 我只是普通人 我又不是一個組織 又不是一個政治明星 其實他們不僅是因為恩子丹 而是恩子丹侵犯那個人權 令到很多守護人權的人走出來 其實對我來說 有這個11萬已經很滿意 香港武打演員恩子丹 早前提到2019年反修例事件 是暴動不是示威 又批評西方傳媒唱衰中國 針對有關言論 曾經在反修例示威中被控暴動 但最終脫罪的 扶湯道佛湯偉雄 拍拼恩子丹的言論涉侵害人權 發展聯署促請奧斯卡 取消邀請恩子丹做頒獎嘉賓 最終超過10萬人參加聯署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董書玉報導 繼金球獎之後 馬來西亞影聲楊子瓊在下一城 憑著奇宴旅合玩舊宇宙一片 成為首位奧斯卡亞裔影后 在楊子瓊的大馬家鄉 一片喜喜揚揚 一眾親友和政府官員 中手見證 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 也再次韜光 以香港演員來形容楊子瓊 並且說他獲獎 彰顯了香港演員的實力 不過曾經在香港生活 打滾了多年的美籍 越南華裔男星關繼威 多次和楊子瓊同時獲獎 但卻未被港府提及和讚揚 引起一輪爭議 由李逸宇報導 繼今年1月 馬來西亞華裔影聲楊子瓊 憑電影《奇異旅合》《玩舊宇宙》 過得第80屆金球獎 音樂及喜劇類電影最佳女主角 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 經官方發文祝賀 並且以香港演員形容楊子瓊 掀起一番秋水爭議之後 楊潤雄繼續以香港演員 祝賀楊子瓊在第95屆奧斯卡金像獎 成為首位奧斯卡亞裔影后 楊潤雄說 他今次獲獎 彰顯了香港演員和香港電影圈實力 言論再次引起馬來西亞、香港、台灣 以至中國內地等華人地區爭論 綜合所見 贊成的人普遍認為 香港電影在楊子瓊生涯中被重很高 可以理解他是香港演員 而反對的人就認為 楊子瓊在馬來西亞徒生徒長 只是在香港發跡不代表就是香港演員 說他是香港演員並不恰當 又批評港府的言論有秋水之嫌 另外也有說法批評 楊潤雄沒有提及過 在同一電影獲得金球獎和奧斯卡南配角的 美籍越南華裔關繼威 他媽媽是香港人 早年在香港難民潮時期 曾經以越南難民身份 跟隨家人登上再有大約2700名 越南船民的匯豐號在香港登岸生活 再移民到美國 他過去曾經參與多套港產片 包括為元灰做龍虎武師 2046副導演 和出演無限復活 1997飛虎騎兵等 前尼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建華 向本台說 港府的做法難免有損國際形象 他為自己面上貼金 翻查資料 楊潔瓊出生在馬來西亞霹靂州 宜保市 早年在馬來西亞小姐奪貫之後 在香港影壇發展 透過電影《王家師者》成名 成為香港頭號女打聲 90年代開始全面進軍荷里活和歐美影壇 行台灣導演李安的電影《臥虎藏龍》登上國際高峰 楊潔瓊雖然出走大馬 但仍活躍在大馬圈子 曾經先後獲封馬來西亞丹斯里 拿督和拿督斯里風涵 和獲得馬來西亞十大結出青年 2013年4月 他因出席大馬官方的《手上與利有約》 公開力撐手上納吉 引發當地爭議 而在國際舞台上 他是以馬來西亞華裔或亞裔身份 成為康誠、金球獎 和亞洲電影大獎等國際電影獎的評審 和得獎者 2016年 他亦都是以大馬裔身份 獲委任為聯合國開發計劃處全球親善大使 除了今次奧斯卡獲獎 楊潔瓊在多次獲得國際獎項時候表達對香港的感受 都是形容香港是他另一個家和事業開始的地方 根據馬來西亞媒體聲報在2004年報道 被問及最愛的城市的時候 楊潔瓊說是鄰近馬來西亞的香港 又說宜保市不算是因為是他的家鄉 公告新一輪整肅自媒體的行動 除了繼續嚴打造謠傳謠之外 自媒體人自行解讀公共政策、宏觀經濟形勢 最終重大災難事故和熱點事件等等 都被列為打擊的重點 多名自媒體名人都表示 言論空間進一步遭到嚴重制壓 新聞內自媒體人更加隨時可能惹上官非 也有分析指 新規定在兩會換屆期間 有為新班子立下馬威志儀 由黃小山 情文報導 網信辦週日宣布 聲稱是清朗整治自媒體亂象的 9條行政命令 除了傳統官方表述的嚴打造謠傳謠之外 也都增加了對新熱點的打壓 還有自媒體人自行解讀公共政策、宏觀經濟形勢 最終重大災難事故和熱點事件 都會被列為堅決打擊的對象 之前被視為相對安全的紅色自媒體 和傳統文化等的自媒體 也都被列入了嚴控範圍 呈現底層民眾惡劣生存狀況 所謂賣慘的 從而收取打賞的內容 就可能被劃為騙取流量變演 以被視為違規盈利而遭到打壓 一名要求匿名的資深紅色自媒體 被創始人聲稱 對比以前類似的整肅行動 基本都是常規的嚴管套路 這次整治就沒有留任何漏洞 就在一個巨大的口袋 將所有的人都裝進去 只要上網就可能有罪 那個新規定在兩會換屆期間推出 有維穩和為新班子立下馬威的意思 據悉由網信辦制定的清朗整治自媒體《亂象》 早在今個月二號就已經出臺 並且上星期五以視像會議的方式 向各省市網信辦進行了部署和傳達 並且星期日對外正式宣布 新規定當中提到違規盈利部分引起各界關注 天津市網信辦的人士 接受本台採訪時解釋說 一旦發現需要市場監管或警方介入 他們就會將收到的相關信息 轉給市場管理局或公安局 這位官員沒有提及實施的細則 這名地方網信辦官員承認已經收到了文件 又透露這次整肅主要依然是將責任和壓力 直接施加給各平台 由他們進行嚴格的自我審查和管理 國家網信辦就沒有回應採訪請求 各個機構的多個電話都沒有人接聽 一位長期關注和揭發社會不公 並且導致多名高官落馬的知名自媒體人對本台說 網信辦的文件再為當局打壓言論自由提供依據 新規定傳遞的明確信號就是管控越來越嚴厲 但官方的紅線在哪裡沒有人知道 大家都在沉默當中觀望 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2012年上台之後 中國官方迅速實施了嚴厲的輿論管控 除了大規模禁言和關鍵字屏蔽 公安部門還在全國範圍 實施了多倫針對知名網絡自媒體人的刑事打壓 2013年8月 中學官方首次發起了針對眾多網絡大V的刑事遺剿 並導致包括記者樓虎在內的多名知名大V入獄 2015年 中學官方就發起了當年規模最大的雷停靜網專項行動 並直接將打擊對象所定為海外媒體人 其中香港銅鑼灣書店案就是那個專項行動的標誌性事件 除了網信辦的嚴厲信息封鎖和單項放行之外 各省市公安廳的網絡安全保衛總隊 也都用了嚴密的智能監控系統 對每一個網民都進行適時的監控 也都直接導致大批網民被捕 但至今為止 10年來因為言論被捕的網民人數不長 自由亞洲電台 情文報導 老頭社報導 破例再獲連任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最快在下星期將會去到俄羅斯 拜會普京 中國問題專家預料 中俄沒有上限有限將會加強 一旦中國跨過紅線 將會引返歐美的聯手制裁 由吳亦彤 情文報導 路透社星期一 引述不願意具名的知情人士披露 剛剛獲得連任成功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最快下星期訪問俄羅斯 並且會與普京會晤 早在今年1月30日 俄羅斯塔斯社報導聲稱 普京已經邀請習近平春季訪俄 華爾街日報上月報導 習近平可能會4月或5月初訪問莫斯科 上月22日 普京在莫斯科會見了主管中國外事工作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毅 並暗示習近平將會訪問俄羅斯 最新的消息看來 中俄領導人會面比預期中要早 德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史明 在接受本台採訪時說 習近平連任成功後 選擇與俄羅斯老大哥結盟 預計普京會在會面時 要求中國拆認他入侵烏克蘭的戰爭 在烏克蘭戰爭中的側翼 史明預計 假如習近平答應在入侵戰爭上支持普京 就將會迎來美歐聯手制裁 跟中俄走進這件事情 與相關的是 中國國際形勢會進一步更加 最後懲罰中國 就不再是美國一家 那就是歐美聯手制裁 而且制裁這個動作不會太小 那對於中國的打擊那就太大 中國經濟環難得更快 在習近平火俄計劃曝光之際 正值中國表示願意促成烏克蘭的和平 但是鑑於中國對俄羅斯一直以來的支持 這個努力被西方質疑 《華爾街日報》星期一 引述消息人士指 習近平將會訪問莫斯科之後 和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舉行俄烏戰爭爆發以來首次的會議 預計會議視像形式進行 而俄羅斯克里姆林宮拒絕就這件事置評 中國外交部也沒有回應《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 和《華爾街日報》增添籌碼 習近平連任了 春風得意 他肯定是充滿了自信 堵住 下到口經 那麼他的這個自信表現在怎樣的一個戰略方面呢 他去支持俄羅斯 讓俄羅斯挺住 那麼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拖得越長 對中國越有利 有利於他下一步打臺灣 這些都是練兵啊 去年2月普京參加北京東奧會 中俄達成無上限夥伴關係 當時距離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僅僅只有幾星期 星期一中國兩會閉幕 習近平打破先例 藉由這次兩會第三屆擔任國家主席 自他2012年上任中國國家主席以來 已經和普京會面39次 最近一次是去年9月 在烏茲別克斯坦舉行的中亞峰會期間 自由亞洲電台情聞報導 美國上個星期將華大集團兩家子公司 列入貿易黑名單之後 英國議員呼籲政府 對華大集團啟動國安審查 並且將其驅逐出美國採購的供應鏈 與此同時 有英國官員披露 英國政府早在2014年已經知道華大集團 頻繁入侵英國的基因資料庫 但仍然在疫情期間 採救華大集團子公司的新官檢測包 引起朝野討論 由呂希報導 英國國會多名議員 連動世界為營 以代表大會英國主任 拉希馬馬克穆特 致涵英國首相新衛城 當作英國政府對中國基因公司巨頭 華大集團啟動全面國家安全評估 以衡量華大集團在英國的業務 以及與英國大學的合作 是否構成英國國家安全挑戰 他們又要求政府在正在審議的採購法案中 確保將華大集團同類 與中國政府有密切關係的基因公司 逐出英國政府的採購供應鏈 議員在信中引述路透社在21年一篇報導 說華大集團透過一款產前測試 在全球收集超過800萬位 孕婦的基因資料 並與中國解放軍共享 而華大集團旗下的華大生物科學研究院 與香港華大基因科技服務 上個星期都被美國商務部列入貿易黑名單 禁止美國供應商向他們出售技術 香港監察政策及春意總監 古特曼接受本台訪問時說 英國國會近年一直就華大集團的爭議進行辯論 而他早前也發現 英國的退休金管理者也有投資華大集團 不換言之就是用英國納稅人的錢 投資涉嫌侵害人權的中國企業 我幾年前就與我們的退休基金 進行了一個令人憂慮的研究 發現英國最大退休金管理者 發通保險也有投資華大基因 當我們向他們指出問題的時候 提醒他們有關華大基因的指控 問他們會不會撤資的時候 他們站住 所以我認為 我們應該和美國一起 限制對華大基因的投資 與此同時 英國科學研究及創新總署國務大臣 費利曼日詞都在國會披露 他在2014年準備向當時 訪問英國的習近平發表演說的時候 已經有官員向他表示 華大集團企圖入侵英國的基因數據庫 不即使如此 他的子公司華大基因 就仍然可以在前年獲批超過 1,000萬英鎊的新冠病毒檢測合同 我正準備向華大基因的工作致敬 但我的同事指出 當時英格蘭基因體公司 每星期都會收到來自華大基因的幾次客客攻擊 這樣向我們所有人敲響到警鐘 國政府其後發聲明 說沒有證據證明相關的指控 華大集團發言人就說 公司從來也都永遠不會參與 針對任何人的客客攻擊 古特曼說 英國官員在國會指控特定企業 政方並不常見 認為政府有責任徹查相關指控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呂希 英國倫敦報導 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 在理工大學爆發衝突 213人在油麻第一帶被圍捕 部分人被控以暴動罪 其中一宗案件 有5人在開審前認罪 他們週一被判入獄42至48個月 包括其中一名被告 因為媽媽患了末期生病 獲法官酌情扣減一個月刑期 案中5名認罪被告 分別為何健聰、李卓朗、梁建平、 朱子盈和黎國文 他們在開審前承認暴動罪 另外何健聰原本面對的管有物品 意圖摧毀財產罪 則獲法庭存黨不予起訴 法官引述各被告的求情內容 指何健聰在事件中頸椎受傷 需要休養近一年 他的媽媽患有精神問題 近年父母健康穩定 家庭相處融洽 被告明白自己的行為 令到家人和女朋友擔心 感到後悔內疚 期望在復營時完成文憑課程 將來回饋社會 被告李卓朗接手了媽媽的琴行生意 因為這件案已經將琴行逆手 另外他在2013年曾因不誠實使用電腦 被判處社會服務令 另一名被告梁建平在中一的時候患腦癌症 他的媽媽在2020年患末期腎病 由梁建平和爸爸合力照顧 負責準備膳食 一天協助母親洗腎三次 他在機押之前和爸爸一起做裝修工程 辯方希望法庭廣大處理 讓他早日回去照顧家人 但嚴官就最終只是著情再減刑一個月 最終判梁建平42個月的監禁 朱子盈已經完成學位課程 預計今年畢業 他對自己的行為令到家人朋友擔心感到難過自責 承認參與本案暴動 但沒有作出任何暴力行為 至於黎國民和女朋友已經有結婚的計劃 他對自己的行為懺悔 並說在案發的時候 在網上得知呼籲之後前往油麻地支援 承認守法意識薄弱 各被告對犯案感到悔傲 如今已經作出反省 強調案發當日並沒有暴力行為 也並非領導角色 站委法官嚴訊而判刑的時候認為 案發地段商住大廈臨立 示威者投擲汽油彈 對商戶、居民、警方和記者等現場人士 帶來直接的人身傷害和財物損失的風險 公共設施被破壞 案發之後現場一片狼藉 地上有玻璃瓶、磚塊、 依然液體器皿等等的雜物 對公共開支造成負擔 並且說本案情節嚴重、性質惡劣 嚴冠又指 示威者持住人多勢眾、破壞社會安寧 無論各被告是何時加入 都必然清楚暴動的實況 增加集結人群的聲勢 令暴動可以持續下來 所以以五年監禁為量刑的起點 考慮五名被告分別在審前覆核、開審日等不同階段認罪 會得到相應的刑期扣減 分別為12個月至16個月不等 嚴冠另外考慮到其中三人犯案時 只得25歲或以下 只攜帶保護性裝備 就梁建平和黎國民二人著情減刑1個月 犯案時剛剛滿20歲的朱子營 就獲減刑3個月 嚴官罪終判朱子營42個月監禁 李卓朗和黎國民就45個月監禁 何建聰就被判監48個月 至於其餘15名不認罪的被告 審訊押後到4月13日結案陳詞 案情指 有市民在2019年11月18日 呼籲在油尖旺一大組成戰線 嘗試營救里大中的人 本案暴動發生在油麻地、窩打路道 和夏美頓街之間的彌敦道 示威者無視警方口頭和舉奇警告 繼續集結拒絕散去 用雷射筆照射警方 又用雨傘、鐵欄等捉起陣地 向警方投擲至少251枚汽油彈等 去到晚上近11點半 警方展開圍報行動 有大批示威者由利敦道 嘗試轉入壁街近油麻地站A1出口的位置 逃離現場 最終一共213人被截停 接著會有幾則的新聞簡訊 由潘家晴和大家說一下 一名駐守台灣外島金門的 陳姓士兵日前失蹤 台灣陸委會主委丘太三 周一在出席立法院會議時證實 人現在確定在大陸 但對於是否涉及逃兵 何時回台灣 則要由國防部、法務部等相關單位 做後續的處理和了解 而陸委會海基會 也會透過原有的協商機制聯繫 最新一期英國經濟學人雜誌 已為台灣移戰作為封面故事 報導分析 如果中共決定侵台 它將要進行至二戰以來最大型的登陸作戰 中共更可能將相關的部署藝裝成為軍演 美國最快也只能在兩星期前預警 如果是小規模作戰 預警時間甚至只有短短幾個小時 曾經揭露北京隱瞞沙士疫情 被稱為中國良心的蔣彥詠醫生 被傳出在周日去世 享年92歲 據中國著名調查記者 王志安週一在推特發文說 非典事件中的催秀人 蔣彥詠醫生 在3月12日下午3時39分去世 2003年4月8日 他接受美國時代週刊採訪 首次披露了北京非典疫情的真實情況 由此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 蔣醫生一直走好 另一位媒體人唐建光 亦在微博宣布同一個消息 蔣彥詠醫生不僅是最早揭發 北京門報2003年沙士疫情 亦率先揭露中國官場死囚器官交易的醜聞 亦多次公開要求平反六四 但蔣醫生因為敢言 屢遭到官方限制自由 英國惠報3年前曾獨家報道 蔣醫生在2019年 再遭到北京當局軟禁 中共全國人大會議週日舉行第五次全體會議 隨後公布了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 國部部長以及國部委名單 其中馬曉偉被宣布任中共國家衛健委主任 他有21票反對、8票棄權 在國務院組成部門負責人中 以年63歲的馬曉偉獲最多的反對票 過去3年中共在全國推行嚴厲的清零政策 導致中國的經濟受到重創、文不了生 更多詳盡的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台月月組的官網和社交媒體 收聽、收看、多謝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報道完畢 多謝收聽、再見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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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 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